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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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掌 味道的我们请翻开 这个金刚波罗破灭金本 请看这个金本第十四月 第十六 第十五月 第十五月第二行 我们请看这个第十五月第二行底下 因为上个星期 希望说各位来参 这个这一季 我们常常讲的 离切诸相记名诸佛 我们今天从 对时间的关系 我们上个星期没有把这一季说明 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经文 我们看第十五月第一行 最后一季 会顾 离切诸相记名诸佛 佛告西伏提 如是如是 若富有人 得闻是金 不金 不富不畏 当之世人胜为稀有 会顾 西伏提 如来说第一波罗密 既非第一波罗密 世民第一波罗密 西伏提 忍入波罗波罗密 忍入波罗密 如来说非忍入波罗密 世民忍入波罗密 会顾 西伏提 如我西伏格力罗 割结身体 我以耳时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走相 会顾 我以往昔 节节之解识 若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走相 因生称恨 西伏提 又念过去 于五百事 若忍入先人 依有所事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走相 是故西伏提 菩萨 因敌一切相 八阿纳多三秒三菩提心 不应注射身心 不应注身相 未注法身心 因生 无所注心 我们上个星期 说明到西伏提尊者 他听了伯头 以较量 故事 开示之后 那他身解 身解这个庙里 不尽悲从中来 赞叹佛所说的这个真的太稀有了 至尊 佛所说 如是圣身经典 我从其来 所得慧言 得了慧以来 未曾得文如是之今 未曾得文如是之今 能够 以言说 我们讲说 能够以言说 因为本经是讲到剖柔 能够以言说的文字剖柔 能够令起观照剖柔 然后能够生 去这个十项剖柔 我们本经处处都是 它是以观照剖柔为主 我们也要以经文 我们讲文字的内涵 我们来取观照 能够 这个 去入十项剖柔 文字剖柔 其实就是说明十项 一样以文字来说明的 一样观照来去入十项剖柔 这个剖柔 这个剖柔就是 文常讲我把双鸣 我把奥空 也就是 到了这 我把奥空就剖柔 真正到了空也空的时候 那就剖柔 剖柔 所以讲剖柔 也就讲圣身剖柔 那西伏地说 我自证阿罗汉国得慧元以来 未成德文徒师之君 是尊若父有人得文是君 信心清静 继生实相 能够真正信什么 信我们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信我们这念 信本智清静 边无烦恼 就读到这说 本来无一物 何处者尘埃 万言放下 空有 空有结理 忠道不存 当下即是实相 所以记就是 告诉我们 不以这前面的 不讲前面 跟后面这个文字 当下即是 当下即是实相 这实相所即是非相 非相是非有相 非无相 我们讲说 非一 非义 结四相 结百非 离四相 结百非 离了四相 讲了这个 非有 非无 非义 非义 非义有 非义无 非非有 非义无 这个 离这个四相 结百非 当下 即是信心 它是离了 离了我们的心意识 我们讲心寻除灭 言以道断 离了心意识 能所专亡 结代的一心境界 所以上个星期 我们把实相者即是非相 是孤如来说明实相 我们也说明过了 那实相 即是非相 为什么是非相 实相即是非相 是孤如来说明实相 因为实相无相 虽然非相 但是也不离一切相 利一切相 都是 其实都是以真如言启 我们讲说 现象都是以言启法 现象 我们常比喻像 海水 从体上来讲海水 它的动向来讲是坡 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现象来讲 这现象其实就是 它当体也是真如体 因为它不离这个假面 我们常讲说 这个真空妙有 真空妙有 建立一切法 但真如不爱缘弃 不坏假相 是孤如来说明实相 这个实相无相 其实我们讲实相无相 是讲我们的生面 就是讲我们的俗地 以俗地来讲 它当下实相就是真俗 不坏 真地跟俗地 这两地真俗是不坏的 我们称为宗地 实相无相 是从 这个又入空 勇离生死 实相无相无不相 是建立一切万法 广度 无量众生 这广度 没有所谓的能度跟所度 能所双亡 我们常讲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正了一真法界 实相无相无不相 其实当下就是如来 也就是见性 所以 事故所以者和我相既是非相 人相 众生相 奏走向 既是非相 那我们从前面这一段来讲 我相既是非相 人相 众生相 奏走向 既是非相 其实这一段是以别教 从别教的这个角度来说明的 那底下我们要说明的 就是何以故 离一切诸相 既名诸佛 你看真正到了离一切诸相 离一切幻相 一切世间 初世间的一切的幻相 当下 既名诸佛 前老师常讲说 当下就如来当妙真如信 整体宇宙包括我们五印十二路十八界 整体零零种种 三合大地零零种种 他当下就是如来当妙真如信 也就是在大圣起信论讲的 法界即真如 那个就是到了真正能所双民 正入这个一心境界的 这个就是离了一切诸相 有无奥相接离的时候 到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延教 到延教了 最延满的 离一切诸相 既名诸佛 这个基子来讲 是从 你看这个里面有这个次第的 前面 前面的部分 你看 从此人无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奏手相 所以者和我相 基督非相 人相 众生相 奏手相 基督非相 这个还是 比较偏属于在别教的 到了 离一切诸相 既名诸佛 就是 以延教来说明的 所以 何以故离一切诸相 既名诸佛 我们常常在 听经文法的时候 都听到 说离一切诸相 离一切诸相 这句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众生现在都是被现象界所转的 所以说 你看我们 世间的现象 我们每天都看到 对不对 尤其我们这个两岸 两岸 你看 我们是什么 他是中国人 我们是台湾人 种种的 种种的 你看 还是在我们这个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奏手相 里面 都是还在 向上 那 这个是我们 以这个 是我们 凡夫 我们一般凡夫 他没有离开这个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奏手相 都是以我 自我为中心 所以把外面的境界当作 实有的 那当然 我们在这个 整个世界的现象来看 对不对 我们看了这个 早期 美国有这个 黑人 跟白人 黑人 这个 种族的 这个问题 包括 我们现在中国人 这个部分 你看 也有这个 中国 台湾 香港 种种问题 大家都想要争取 能够自由 其实我们这样讲 真正到了 你看 如果说 真正的主事者 他能够真正 他能够看到金刚 金之后 他能够放下 这种的真实 所以 我们看这个 台北市长 柯市长 今天到了这个上海去 两岸论坛 其实他 我们知道这个柯市长 他也是独经刚经的 他可能是 因为大家很多 你看很多反对的 都很多反对到大陆去 现在尤其是 这个 台八断交 这个时间 很敏感 最好是不要去 那我们越在这个相对法里面 越在相对法 当然 在相对法里面 他是没有办法化解的 所以可能是 那个柯市长 看了这个 常常练金刚军 他忍入负重 到了大陆 去开启这个两岸论坛 其实也是借了这个 你看那个 看那个媒体报导 新闻报导 他也是很客气的 因为经过了这样子的 这个争论之后 其实放下争论 争论放下之后 大家都一样 我们包括不说 人与人之间 包括我们经常所讲的 有情无情 是同源种制 所以说本经叫我们 能够迫向显性 它是一关照 来帮助我们 对这个现象 能够不要执着 因为现象是 延起的幻象 延起不同了 那马上就转变了 就如同这个 我们常讲的 这个化学原理一样 没读化学的 人就知道了 因为加上一个东西 它的原不一样 它就 现象就不一样 所以西菩提 他从听了这个本经之后 后然了解 原来佛陀所讲的 包括身闻言诀的目的 就是叫我们要 先有出离心 所以我们没有出离心 所以我们没有出离心 我们学习佛法 就变成人天的 人天法 所以西菩提 尊者他知道 佛陀原来 讲这一些的这个 身闻言诀 他的这个基础 叫我们先有出离 如果我们 真正的不被军界转的时候 我们还要从空出甲 要行菩萨道 行六度万恨 但是六度万恨 以六度万恨 这个前面讲 庄严佛土 具备庄严 世民庄严 这是先叫我们 化为本分事 本分事 就是简单讲 理所当然 就是我们 我们讲说 我们付出 我们众生 尤其我们凡夫 我们所有的付出 都有代价 要求有这个代价 菩萨的付出 他是理所当然的 付出 他不求回报的 所以前面告诉我们 无助向不失 可以什么 可以正法身 那我们众生都 躲在向上 那当然 我们出不了三界 所修的 就是人天不报而已 所以说 真正 我们依 这个佛所讲的 有出离心的基础 有这个 身文言解的 这个基础 我们还要把六度万恨 化成我们的本分事 再在这场生活之中 来观企 尤其我们这个 讲到剥弱的教理 对剥弱的道理 我们一定要常常训细 我们要到最后 身文言解最后 所证的 原来 发现到原来所证的 也就是我们的自心而已 而那个圆经讲的 后面讲的 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 不能有所得的心 所以为正就是我们自己的一心 抗矣 而须不地尊者 他身物 这十项的道理 身物一心三地 心体是空局的 虽然是空局的 但是他的妙用如横杀一样 如果我们真正用了真心的话 那就入了这个华原境界 华原境界所讲的 就是我们一心四四五爱的境界 那摩羯 把华原经读了以后 发现到可以帮助我们 因为菩萨境界就是 我们看了很难的事情 对菩萨来讲 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所不知的 好像很容易 因为他真正的 对于实际上的道理通达 能够舍掉我们 我们讲说 怪财 包括我们内财 他都毫无顾忌的 因为他振了空讯 了解空讯 我们现在是 道理我们知道 但是对我们 这空讯的道理 我们要逐步的 逐步的在 在常常在 英文常常熏悉的波动 逐步的要 常常要关照 要去关照 所以菩老师 告诉我们 我们虽然我们常常看到 这个波动的教理 像墨学也在研讨这个大圣取信论 现在大圣取信论正在讲到五行 到五行 你看大圣取信论它的总纲是 一心澳门三大 四心五行 到五行一心就是讲我们真如 一心是真如 报门是真如门跟生命门 三大是体大 相大用大 四心就信真如 信伯信法信生 五行就是我们讲的六度 不知直接忍入 精进 到剥落禅定跟剥落的这个部分 把剥落合在一起谈止观 所以大圣取信论叫我们止观 真正止观 天老师说 从止观 你看我们讲 学习博法是什么 要剖出我止把止 我们讲说 从止观 我空观 把空观 当然要对于一心的道理 实际上的道理一定要了解 我们才能够观 所以我们不断地在了解这个实际上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这样取观 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要常常提起观照 虽然也觉得很 长期在宣奇 也没有这样真实在努力在观过 所以天老师这样子鼓励我们 让我们很大心心 平常我们就常常在观 没事就在观 我空观把空观 确实会给我们得到很大帮助 真的 所以我们这样学习新地法门 最起码我们有这个 这条路我们走得很踏实 真正很踏实的时候 你对这个经教道理 你就豁然就了解了 我们不需要再经过 以前不了解经过新意识去分析 不需要的 所以对于实际上道理没有办法了解的话 我们需要什么 像四周大师开出了这个 脏通别人的方便方法 脏教我们知道脏教它是有虚空观的 用分析啊 用分析之后 摄物分析的七等份 我们讲 从牛毛层七等份 变成羊毛层 羊毛层的七等份 是兔毛层 兔毛层七等份是水层 水层七等份就是金层 金层七等份就是零溪层 用这样子来告诉我们万把 它是空性的道理 那到了通教的话 它知道当体既空 那别教的 你看从藏教跟通教 它对空性的道理 它震入空性 到了别教的时候 它对真如 我们讲说又更提升了 变成对真如的道理 道理原教是最原谅 正真如是最原满的 那别教讲到了 就是诞宗佛信 他还在一心三观 一进三地 还有这个次地的空观 甲观中观 到了原教的时候 当下是严妙一心三观 那严妙一心三观 就没有所谓的能观跟所观 当下就是实相境界 所以我们了解 当下其实就是 讲到我们的 我们的 决信所选拔的 当下就是 实相 所以 整个法界 宇宙 当下就是 既空 既假 既中 我们只有能够 用梦中来做比喻 当 你知道我们 在梦里面的时候 梦还没醒 有我 有外面的境界 都是 实有的 所见到外面的境界 都是实有的 那只有我们梦一醒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 原来外面的境界 你我他 包括我们三合大聚 种种 零零种种 当下就是我们这个梦心 所变现出来的 有即是非有 它不是实在的 所以 勇家 全觉大师告诉我们 在 邓道科告诉我们 梦里 明明 有六气 绝后 空空 无大千 六气 是在我们 还有在 能锁我们 新意识里面 有新意识的 这个 作用 这就有这个 六气现象的 幻象的 假象 他当下就是我们 如爱上 妙真如性 绝后空空 无大千 所以 西菩提 遵守 他延误 这个 一心三地 就到当下 就是我们一心境界 现在我们不能正 就是因为我们有染拙 我们不仅染拙 世间法 我们也染拙了 这个处世间法 所以奥生人 你看奥生人他 世间法不染了 他当时 对这个 初世间法 他又染了一点 染了什么 清静极灭相 他是本质清静的 我们自信 本质清静的 那 说了一个 清静极灭相 到了陈伯 在这一讲 立切诸相 记名诸伯 他不是 有一气离他 他是 言物一心三地 我们也讲说 物像空花水叶 我们常讲 菩萨 见水叶道场 渡 梦幻众生 实在是空花水叶 实在是不可得 知道 真正的相应 那自然对于这外面的境界 就连不上了 我们现在所谓连得上 就是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 我们用心意识 那当然 处处都 有障碍 但我们证了这一念真心的话 我们讲无助真心 所谓的无助就是连不上 无助就是 人从百花过 片叶不三生 我若无心一万物 何仿万物 常围绕 他不是用压的 他是 正如这实相的道理 最起码 他对实相的道理 他也能够误 扫边 他能修在世间上观照 能够离一切 对世间的 所有的一切现象 都能够放下来 所以 到了 我们讲说 真正到了 我们在过程之中 还在观照的 这个 过程之中 修行观照过程之中 还不是 这一所讲的 离切相 记名 诸佛 还不是 真正了解实相之后 还是需要在 生活之中 观照 慢慢慢慢 在进进 夜中慢慢历练 历世练心 慢慢慢慢 我们就发现到 原来 以前不需要 以前不需要对质 以前需要对质 我们烦恼才能够 稍微减了一点 但现在好像不需要对质 好像没有关系 对于这个现象 不会再受影响了 所以 还是要需要 了解这个经教道理之后 还需要 真正的 要起观照 需要在 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起观照了 所以离切诸相 记名诸佛 这是讲到 有体 有用 有体 有用 能够应用在 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也就是六祖大师 告诉我们的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 结 我们要在 要修福修慧 我们讲说 以修福修慧 在日常生活之中 来增长 我们的福慧 最后才能够 原成佛道 所以这个离切诸相 记名诸佛 刚才讲的 在藏通别人来讲 有藏教佛 有通教佛 有别教佛 原教佛 藏教佛 跟通教佛 对 它是两个都是离了五一六成 也能够 它能够迫见之后 正如 我空正如 入偏真涅槃 那别教的话 别教是破根本无明 也是入地 它可以称为 入地菩萨 都可以称为佛 它可以奔身百戒 世间成佛 开佛眼 圣佛总治 也是 从初地 一直到实地 一直到的 等节 庙节 都可以称为 世民诸佛 那原教呢 它可以从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从初住 一直到 十回向 到了初地 到实地 一直到的 等节 庙节 到 原教 的庙节 那就是真正的旧敬佛 旧敬佛 所以这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 这个本经所讲的 无上正等正节 它把一切所有的根本无明 都破除了 能够圆成佛果 所以离去 诸相 敬明诸佛 也就是一切境界 对它来讲 不影响 不影响 它梦醒 知道一切境界 都是我们夜市所现的 所以它不离而离 所以 西菩提 这一讲 说何以故 离去 祝相 敬明诸佛 他做最后的 心得 报告 他的 报告 他的心要 原来 自信 原来 本来就清净 本来就是没有烦恼 所以 佛的所 我们常讲的 这个佛所说的 三明六通 四五位十利 四智菩提 十八共法 原来其实就是 这一念 真心的体用 这是 不着于有 也不着于空 不着于世间法 也不着于初世间法的 这一念 心尽本性 他的妙用 所以这一讲 离切 诸相 祭明 诸佛 这一段经文是 西菩提尊者 听了 佛罗 开示的 心得 报告 我们再看 底下 十五月的第二行 中间 这 佛告 七菩提 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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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腹 有人 都闻世间 不接 不步 不畏 当知识人 胜为虚有 会顾 七菩提 如来说 第一波罗密 既非第一波罗密 世民第一波罗密 佛告 七菩提 如是 如是 比如说 印证 不错啦 确实是这样子 这个有两重意义 如是 如是 就不错 一切运作就是我们真心的妙用 一针法界 文上一针法界是要离相对待的 相对能索的 要悟一心三地理 能够趁信启用 像儒家所讲的 天命是为信 率信是为道 如果能够趁信启用 那就是 可以讲 如是如是 法界就是这样子 所以佛告说 西菩提 见地就是这样子 没有错 离切诸相 尽名诸佛 那肉腹有人 得闻世间 不经不步不畏 所以当知识人 正为稀有 若不有人 是指 从佛陀那个时候 一直到现在 末法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得闻本经 我们金刚经 得闻本经 明心见性 能够了解 整个法界就是一心 这个人 还是不经不步 才是不经不步 不会畏惧 这个人真的是太稀有了 为什么 因为有多生 他们都是多生多绝 累积的因缘 他们讲的佛法 佛法要是 要长期勋修 累积因缘 你看我们这个 禅宗班 四年 对不对 那四年的时候 就是一个基础 对禅宗有一个基础 你看我们这边 还有这第一届 我们现在是第三届 还有第一届的同学 第一届同学 经过前面四年 到到这个后面 这个一年多 我相信跟前面的 这三四年 是体悟了完全 应该都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提升了 所以佛法是要长期勋修的 而不是说 一听就懂了 变成我们世间的知识 如果说成为世间的知识 而没有修行的话 没有观照的话 那就变成我们世间的 什么 世之变充 变成我们世间的学问 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了解之后 我们不断的 这样子 一教奉行 这样子 常常在日常中 只用起观照 这样子 不断的这样累积因缘 真正累积因缘 到最后才能够正入的 如果我们还 没有真正物本心以前 我们还是需要 以肉度万恨 来增长我们的慈悲心的 不知可以增长我们的慈悲心的 以慈戒来增长我们的慈敬心的 以忍入来增长我们的包容心 来扩大我们的心量 来对峙我们的烦恼气 然后要把这个 剥落经典 常常熏悉 这样子 简老师就告诉我们 只问根源不问说获 因为二十几年来 其实就是一直熏悉 墨学就不断在熏悉 不仅我们在课堂上 我们可以依这个 剥落的教理 包括简老师在讲大波列帆经的时候 虽然这个大波列帆经 他教理是跟经上内容 并没有离开这个经上内容 但是那听起来就不一样了 加上简老师经过多年的这个修行 累积的这种 所讲出来这个大波列帆经 哇那真正的非常出证 所以有空我们班长 礼拜二也参加了这个我们 这个简老师所讲的大波列帆经 有空的话 礼拜二有时间 我们可以到我们澳楼 三楼 在三楼讲堂 简老师讲的大波列帆经 我们不断这样子 对部落经典不断的熏息 只问根源不问收获 再加上我们的六度万恨 自然就能够相应 所以我们修行就是累积火货而已 所讲的内涵是差不多差不多了 文字也只不过说到这里而已 当然我们不断这样子经过 这样熏息之后 再加上我们在自常生活之中观照 因缘寄足的时候 那你就是逐渐气入 只有能够通达 原来本心本来就是清净的 本来是没有烦恼的 原来经上所讲的 世心 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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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变成众生 这因为我们攀岩心而不能正德 我们就很清楚了 所以说当知世人甚为稀有 非常的少 我们这边讲一个公案 以前古德 你看 以前禅宗啊 他见到这个立根的人啊 来求法的时候 看他来求法 他闭门不见了 他闭门不见了 对上根祭的人 在立根上至 立根的人求法 他禅宗就闭门不见了 为什么 他当下就见像就见信了 叫他当下能够汇集到这点心 他不跟他讲法了 没有什么好讲的 如果对这个中根的人啊 他没有办法 他就门一开 对不对 他一开一口 他问什么佛法 他就传着用棒子打下去 为什么打下去 叫他脱困了 叫他脱困了 邻居的棒后 一下子就打下去 叫脱困 不要再执着啦 叫他不要再执着啦 叫他能够直下汇取 我们这点心 本来就是佛 那第三种人的话 那只好就跟他开施啦 跟去比他盾啦 就叫他开施啦 叫他回去 叫一叫奉行 目的就是 叫他慧三归一啊 叫他正入真心的这个妙用好语 所以 这种人 是不是真的 稀有难得啊 他能够直下慧取 像前面讲 直下慧取 像这种 这个人就是 其实就很难得了 所以不经能够听闻指尊 不经不悟不畏 甚至于 甚为稀有啦 就是 那第二种就是 奥圣人啊 他是依四圣地 三十七道品修经 最后直下慧取 哎呀 原来不经不悟 不畏 他是甚为稀有 第三种是 奥圣执着 这个涅槃 菩萨执着 这个菩提 对 本经就是 连佛果也不可得 真正的 无修无证 圆满菩提 威无所得 内心经清净 至无疑啊 他是不经不悟不畏 他甚为稀有 那第四个就是 他是无尽的大愿 他发无尽的大愿 前面讲的 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十无众生得灭度者 这种人甚为稀有 那第五个 甚为稀有 是 他以较量福德 这有 较量福德 有疑问 如果他读诵本经 你看 本经 像这个 红河沙 你看 像本经所讲的 红河沙 三千大千世界 七宝布施 以 恒河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 不如受持 世纪 对这个功德能够 会起疑问 疑问 还会起疑问 所以如果他能够真正了解自信的功德 他本来就是这样 一点疑问都没有 所以说这是第五种人 这个也可以讲 甚为稀有 所以说 若不有人 得温是君 不君 不步 不畏 当之是人 甚为稀有 那怎么是不君 不步 不畏 那 曾召大师啊 他讲啊 得温 得温 大圣 得慧解啊 一往文精啊 自身 自无迹象 顾名是不君啊 那得大圣 得大圣 慧解啊 那生性不移啊 那生性不移啊 顾名 什么 不步 那得大圣修慧啊 那是 前面是大圣施慧 施慧 施慧慧解啊 他生性不移啊 那是 顾名 不 那得大圣 这个修慧 修慧解啊 那能够 顺教奉行 忠 不有磅 是名不畏 就是 那曾召大师 他的所 开示的 不君 不步 不畏 他的解释这样子 那傅大师呢 他说 如能发心者啊 应当 聊两边啊 真正的发心者呢 要 空有两边都放下来 涅槃 无有相 菩提 理所言啊 所以 菩提 他是当下 就是我们自信 他不言 一切法 所以实际理 地 不拙一成 不利益法 不拙一成 那无圣 即圣者啊 人把 两记 筍啊 好 那 亦见 亦达 真如理啊 应当 是 本把 本把就是我们 真如把嘛 我们自信嘛 好 我们自信 他不能 不能 立一成啊 自信就是我们 现在的 每一个的本节 妙性 我们的 节信 节信你看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在文信上来讲 墨学在讲话的 这个 这个声音 你不拙在 深 成像 那你看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你拙了 深成像 那就被 这个 沉浸转了 所以只有那个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是我们的本节 妙性 所以 这是我们的 自信 他本记得 他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说 若不有人 得文是金 不金 不布 不畏 当之是人 胜为 虚有 那底下 我们再看 第三行 那个 第十五 也有第三行 若不有人 得文是金 不金 不布 不会 那个 再底下 何以故 西菩提 如来说 第波罗蜜 既非第波罗蜜 世民第波罗蜜 西菩提 忍入波罗波罗蜜 如来说 非忍入波罗蜜 世民忍入波罗蜜 为什么呢 何以故 为什么呢 我有告诉 西菩提 如来说 第一波罗蜜 既非第一波罗蜜 这是指 其中 一个这个 要点 也就是 无法可得 能够 为正一心 虽然 本经所讲 波罗蜜 波罗是 朱婆母 但是波罗蜜 波罗蜜 既非波罗蜜 为什么 我们这一 我们自己的 因练心 我们讲 前面讲 会三归一 归一佛圣 一佛圣就是 我们自心的体用 所以这第一波罗蜜 是指 波罗波罗蜜 既非第一波罗蜜 世民第一波罗波罗蜜 世民第一波罗波罗蜜 那为什么这个波罗蜜 是叫做地域波罗蜜 因为 我们知道 波罗为导 你看 波罗要依什么 前面的五度 不知 直接忍入 精进 常定 在最后才这个波罗 所以说五度 如芒 波罗是为导 如果我们说 不知直戒忍入精进 禅定 没有波罗 为导的话 那不知 就会 产生思慢 那直戒 那就会产生戒慢 你会比较 我有直戒 你没有直戒 也会有比较 如果说没有这个 波罗的话 都会这样子 精进 你看 我一天能够念了三万生 五万生的佛 你到底 有没有念 你到底能够念几生佛 有些人都会有这样子的 比较 那布施 你看 布施 我觉得 比如说我们讲 有些人的布施 他是想要 前面就告诉我们讲 无助向布施 但是有些人 布施他是 以我们世间 还有世间的习气 想要得到 人家的赞叹 能够有 还有这个 享受 有些人 布施前很多人 他在台上 对不对 把他表扬 他表扬 这个人布施五百万 布施一千万 对 他想要享受那种的 赞叹 人家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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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得到这个 人家赞叹 所以说 有些人 有这样的习气的话 这些人布施 未必 他能够真正得到 这个殊胜的果报 或许这个果报 不是很好 也说不定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讲说 布施他的目的 是想 享受民意 对 把享受掉了 所以我们讲说 布施 我们要不住向布施 我们常看 我们以前 这个 成天 禅士的 广圈老和尚 广圈老和尚 很多 以前 他还在事的时候 很多人都去参访他 甚至于 有些学生去参访他的时候 他知道 这些学生 不是来真正 要学习佛法的 对 还有装的时候 就年纪大 年纪老了 那个 和尚一直 一直留下来 对 结果那个 那个学生一看到了 哇 这个和尚 那怎么说 说什么这个 说他的大神通 怎么看起来 好像 好像这个 这个 年纪那么大了 怎么会有神通 他就离开了 那个 他 里面的这个 这个 那个 就讲 那个 那个 那个师父啊 你看 他人家辛辛苦苦 从 从这边来 你怎么这样子 就让他离开了 不留他呢 他说他们又不是来 真正来问问题的 好 那 老婆上 有神通 啊 神的麻烦 对不对 他是来 他是来 不是来问问题的 不是来问修行的问题的 那有些人 你看到 这个 真正的 有的到 有的 像道场啊 以前 包括西文大师 他也 他也讲过 他以前 神经道 神经师去参访这个 冠军老和尚啊 甚至于很多修行人 都去参访 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个佛法一些的 这个问题 寝室 老和尚 那么多人跟他顶礼 你看 他没有色啊 没有色啊 对不对 他都是心都清净的 能够这样子 所以说 我们讲说 这个 如果我们清瘦的话 那就不是三人其空了 因为他 人家 那么的 神千上万人 都顶礼他 他心都清净的 他三人其空啊 他根本不受 我们凡夫的话 没有学习佛法的话 那一定会受的 所以说 那么多人 他一 来顶礼他一点 关系都没有 那如果说是 我们有受了 在修行过程之中 对不对 我们有受了 那 福报很快就会 响尽了 所以说 我们要知道 修行过程要能够 从四项达到 三人其空 这个没有真正的 剥弱智慧的话 那修行就变成会 有落的福报 所以说 这剥弱为导 重点就是有 波罗的智慧 那 以 智慧为导 波罗智慧为导 五度 如莽 波罗 所以说 为什么是 第一波罗密 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 六度把 这个 波罗 排在这后面 就是因为它 重在实践 如果 我们想要真正正入 波罗 波罗密 那 前面的五度 我们一定要精进 不失 直接 忍入 我们这样子 不断地在用功精进 在日常生活之中 常常 我们想 不求回报 懂得付出 不求回报 我们众生的观念是什么 尤其我们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的人 都是什么 都是 那个 做生意 你看 我们在上班的时候 都是要什么 我做多少 这个时间 几个小时 现在我们饶居法 对不对 这规定的 这个时间 都是什么 要求 要求 做多少时间 我要得到多少 这个回报 多少代价 做生意的人 就是什么 要得到回报 所以他有 将本求利的心 那个都是我们的 世间的 我们在世间里面的 凡夫的 这个思维 其实它都在这样子 相对法里面 佛法是叫我们 这个错误的思维 要放下来 我们修行 佛法不能有 不能有这个 我们要懂得什么 懂得 不求回报 懂得付出 不求回报 我们这样的修行 很容易就入波柔了 所以入波柔 也要了解这个 这个要领 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修行过程之中 我们不断布施 我们觉得 好像很快乐 有布施觉得很快乐 我们还有这个 布施的相 我们就 对于这个波柔的这个教理 我们不能体悟到 不能体悟到 所以说 告诉我们 要不求回报的 要付出 不断付出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三轮体空 达到三轮 达到三轮 三轮体空 这个波柔柔蜜 这个波柔 所以说 波柔一定要 先把这前面的五度做好 虽然 波柔为党 没有前面的精进 我们是做不到的 所以才讲说 既非波柔柔蜜 那为什么叫 那四名波柔柔蜜 那是因为 波柔 因为波柔柔蜜 它不是单独一项 它是 应用在前面的 这个布施直觉忍入 精进禅定 这个 这五度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 布施没有智慧 那 我们有时候 你看我们有时候 像水灾 对 那水灾的时候 有时候 那有些人 他能够提供很多 你看提供很多 这个 看到水灾 台风 那他是 从 这海边 装很多沙包 提供给人家 他不求回报 那有些人 他不懂的话 你看他 反正政府 都给我们 这个沙包很多 对 那我车子来了 多带一点 回到 回到 那个 家里的 这个 社区 他 变卖成这个 这个 这个钱 那就是 所谓的 有些人 虽然有这个做布施 但是 他不圆满的 所以真正的 我们要达到这个 布施是要有 到圆满是要 真正的要有这个 前面所讲的 一教奉行 对 朱沃默做 众善奉行 要达到至尽其益 最后才能够 有前面的朱沃默做 众善奉行 才能够达到至尽其益 但是很多人 尤其我们在大圣佛法里面 是重到什么 重到至尽其益 因为你已经有这基础了 你对大圣的经教 你才能够有这因缘在 对 好 熏悉 但是有些人都是还在 停顿在什么 朱沃默做众善奉行 这个部分 包括我们 学习这个 大圣经典 对 你看我们 礼拜一我们会 研讨这个 楞严君 那有的些人他很快 就对这个 道理马上就去辱了 我讲了 简单 二要的 把重点 能够起关照 起关心 有的人都在事项上里面 说了好多好多好多 那都是还在前面的范围 所以我们重点 其实这 这一讲的这 波罗破密 既被破密 是明波罗破密 其实要讲到 波罗的话 那就是我们所讲的 致敬其的部分 所以 所以 真正到这个基础的时候 从基础的 持戒 不知持戒 人家持戒 里面还要 还要懂得开车 持饭 对 对 我们 所以这个忍入 人家开车持饭 是要让我们 持戒没有挂碍 能够圆容 持戒能够 圆容 因为持戒是重在 增长清静性的 那忍入 是要 什么 忍入 也要有剥肉 忍入 如果说 你没有剥肉的基础的话 那它是相补相成的 有忍入的基础的时候 你要一关照就 就放下 因为它是空性 所以说 精进也要有这个 剥肉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你真正到 圆满的时候 它是相补相成的 你持不施也要有剥肉 你要持戒也有剥肉 忍入也有剥肉 精进也有剥肉 那这样的话 那就快了 这样关照就快了 因为它是不断相应 不断相应 不断相应 如果说没有剥肉 我们如果说 只有坐在前面的 没有剥肉的时候 那就跟外道一样了 禅定也要剥肉 禅定 佛法讲的禅定是什么 定会等值 那当然 你定会等值才不会落到 无忌空 否则 所以说我们讲的 五度后面 一定要入剥肉 所以说 我们尤其我们基士 对于这个六度 六度 我们应该要用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所以说这不是只有一个单独的一项 所以最后 你看连这个剥肉的名将 其实都要不住 因为生活就是智慧的作用 六度大师讲了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结 就叫我们了解佛法之后 再要世间要历练 那懂得 这个在世间观照 那为什么如来说 Depromie 既非Depromie 因为它是空局的 我们讲 米心局 了不可得 所以既非Depromie 那为什么Depromie 就是功德妙用 如恒河沙 恒沙妙德 所以说Depromie 就是在我们生活之中 那懂得前面所讲的 离一切相 离一切相 其实啊 离一切相 也是Depromie 我们住相的时候 那个Bromie 那个就变成我们 凡夫的烦恼了 你离了相 它当下就是剥弱了 就是剥弱 所以说能够离一切相 一切不然 那就是前面讲 至心至伯 至心至法 至心至身 至心才是真正的 我们的本质清净的本性 才是真正的无上菩提 所以说如来说Depromie 祭碑Depromie 那我们来讲这个公案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的一修和尚 他在日本很有名气 他有一位徒弟 他做正义失败 积了很多的债务 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 他想说干脆死一死算 那一修传师 他去找一修传师 一修传师说 难道你连这个生活的能力都没有了吗 对 都那么困难吗 他说没有错 他身上都没有钱 除了一位还不到十岁的小女孩之外 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想说一了百了 那一修和尚就说 没有关系 我有办法 你把这个女孩交给我 我还找个有钱的女婿 来帮你还债 这位信徒说 师父啊 我女孩那么小 不到十岁要怎么嫁呢 要怎么嫁人呢 那一修和尚就说 你女孩那么小 没人要 好啦 那就把你的女孩嫁给我 好啦 我来做你的女婿啦 我们听到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一听到 怎么和尚出家 师父怎么这样子 什么要做人家的 出家的还要做人家的女婿 对不对 我们也会一头雾水啊 他说好 你把女孩交给我 我来做你的女婿啦 我来帮你还债啊 那信徒一听啊 哇 大声失色啊 那师父啊 你不要开玩笑啊 对不对 你是我的师父啊 怎么可以做我的女婿呢 那一修和尚说 好啦好啦 不要再说啦 对不对 就这样决定好啦 你赶快回去就宣布啦 宣布这件事啦 不要再 不要再再说啦 你回去就宣布啦 那到了 云青那一天啊 我就到你那边做你的女婿啊 快去快去 这位这个信徒啦 回去之后啦 就宣布啦 某夜某日啊 一修禅是要到家里来做他的女婿 哇 这个一消息一传出去啦 哇 立刻引起这个 这小市城的这个 这金洞的 轰洞的这个小城市啊 啊 到了这一天呢 大家很好奇啊 看着闹 一个出家师父 即使要 要 要 要当人家的女婿 对啊 所以说这个 这路障本身就不大啦 啊 即使水限不通啦 来了好多好多人 那一修 和 一修禅师要抵达之后啦 就分布他们呢 前面呢 要摆一张桌子啊 桌子上要摆这个 文房四把 摆笔墨啦 毛笔啊 笔墨 那 要摆着喔 那 那 一修禅师一到的时候 他当众就拿了这个 毛笔啊 这个辉豪 大家看 哇 一修禅师 这个 这个毛笔啊 字写得好 好漂亮 很难得 他又能够 又开始要能够 提一个字 写很多的这个 那个句子 这个难道有这个机会啊 大家都争相要买啊 这时候一修禅师一张一张的写啊 写了满头大汗 满 满脸都是汗水 后来 排了好大堆的人 结果呢 来买的 来买书法的这个 的钱啊 积了他用那个篮子啊 用竹篇的那个篮子啊 几个篮子都是满满的钱啊 这时候一修和尚就转过身去问那一位信徒啊 那这个钱够不够啊 够不够还债啊 一修那个信徒说 师父啊 够了够了够了 已经够多了 那一修他说师父啊你真的是神通广大啊 一架子就变出那么多的钱啊 那一修和尚毛笔 一百 说好啦 问题解决啊 我这个女婿就不用做啦 我还是做 一样做你的师父好了 各位啊再见啊就走了 你看 你看 真正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有剥肉的智慧 他一听到 他又能够善用 善用这个这种的方式 哎 反而把他信徒的困难都解决掉了 啊如果我们这样一般来讲要出家对不对 我们不会去想那么 想那么多 那真正剥肉的智慧观照 哎 他就这个功能了 做起来你看 我们看起来 处处都是障碍 他做起来你看 一修和尚做起来 哇好轻松哦 一下就解决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 剥肉智慧的这个妙用 所以我们讲剥肉啊 真正要离向 剥肉才能够显 所以我们讲 我们要剥肉要观空离向 因为我们要躲在有的境界上 对空心的道理我们不了解 所以叫我们要观空离向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入剥肉 那我们再看这个底下 第十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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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菩提忍入普洛密 如来说非忍入普洛密 世民忍入普洛密 忍入 忍是我们内心 入就是外境 我们讲外境横密 外境的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讲说忍入我分为三种 我们从法上来讲 佛法的这个解释来讲 简单的这个三种来讲 有生忍 法忍 无生法忍 忍入 达到无生法忍 第一种 真忍就是对于有情的众生加害在我们的身上 像有人骂我们 甚至欺负我们 打我们 侮辱我们 我们能够不动于心 这叫做真忍 第二个法忍就是 法忍就是天气 像我们现在天气很热 哪怕是说到了39度40度了天气那么热 心情都不受影响 肚子很饿 你看这个也不容易 以前好像是张家大师的样子 你看在佛教会的时候 进宫老法是讲 大家看到 大师很热 大家拿扇子 拿扇子 这样子扇 张家大师说 心尽自然凉 心尽自然凉 那是真功夫 所以说这个对忍 忍 热 这个心不会受影响 包括肚子饿 天气也冷 我们讲 饥寒起道心 对不对 天气很热 很不耐烦 我们都可以忍 叫做拔忍 拔忍就是 一切大自然的现象变化 不受影响 那第三个是无身拔忍 就是真正照见无运皆空 对不对 能够亲正离己 就是佑主大师所讲的 能够相运到本来无一物 何处走尘埃 身心都是空性相跟空性相运的 忍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忍 能够在任何境界 他都如如不动 那就无身拔忍 所以说我们忍 目前有时候把它解释成 我们斑驳忍 忍到嘴巴可以 所以忍到鼻子我们受不了了 那菩萨忍 根本忍无可忍 来讲根本没有什么好忍的 忍无可忍 凡不忍是忍有限度的 菩萨忍是跟空性相运的 根本没有什么好忍的 忍无可忍 到这个就是这里讲的 忍入波罗蜜 如来说 非忍入波罗蜜 世民忍入波罗蜜 因为他没有作意 没有作意的人 他是跟空性相运 不需要再忍了 世民忍入波罗蜜 所以说我们对空性的道理 你要常常 其实我们常常 我法奥空 常常在关关关关到最后 我们久了久了 我们可以很快就 忍入到无声法人 因为没有我 也没有法 我法奥空 那忍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让我们很方便 因为我们一直在熏习这个 这个心地法门 熏习这个波罗的教理 你了解实相的时候 你从这样子 不断地关关关关到最后 要达到无声法人 你会发现到 也不是那么 真正那么难 所以对这个实相道理 要常常熏修 不仅熏修 我们还要 在这常生活之中 提起关照 这样的关照 这个受用 我讲真的是 我们又有很大的 在修行上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真正到了圆满的时候 就是杜彼岸了 对不对 忍 忍无口忍 到最后 没有什么好忍 那就杜彼岸了 这个时候 人家骂我们 人家打理人 清清楚楚 在天去 冷肉清清楚楚 肚子饿了 饱了 也是清清楚楚 但是我们绝不动心 所以说忍入波罗蜜 既非忍入波罗蜜 因为他没有作意 他没有作意的 他不需要忍了 所以说市民忍入波罗蜜 简单讲 没有忍相 那市民是看起来 作用还是有效 但是他已经了无助心了 所以修博法就是达到了定慧等词 我们再看底下 第六行 第六行中间 何以故 西普黎 如我习为各立方 割结身体 我亦好时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走相 何以故 我亦往习 结结之解时 若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走相 应生称恨 西普黎 要念过去一五百世 坐忍入先人 יה有所示 吾我相 吾人相 吾dig 是 故西普黎 菩萨 应理见相 八 阿诺多了三秒三 不离心 不应注 生 효 未处法身心 应生 无所住心 佛陀又急 这一段经文是佛陀急 他过去式的一段因缘 郭立王 郭立王是暴君的意思 也就是佛陀在 第一个是渡交成乳 佛陀正道的时候 第一个所渡的是吴比丘 也就是渡交成乳 佛陀过去生在印度 在印度悟旦那城的时候 佛罗门家的时候 那个时候国王叫做加罗富 他是性非常暴躁 性暴 非常暴躁 非常年轻又狂妄自大 因为他没有好好的修行 靠去这个迷子在这个五亿六层里面 所以佛陀为了这个度众生 在城外的树下静坐 这个时候恰好是春天 加罗富国王 他就带了这个宫女 到了这个城外的树林底下 享受五亿之乐 这个时候 有一些宫女就离开了国王 好奇的跑到佛陀 静坐的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佛陀就为那些宫女说法 让他们都能够一样都能够断除五亿之乐 这个时候 那国王就突然发现这个宫女 怎么不见 他到处去找 找到看到 他那个宫女就围在一位修行人的旁边 听这个修行人在说话 在谈话 那这位国王就走过去就问 问这位修行人 那这位修行人就是 佛陀过去生 过去生 他说你已经证了阿罗汉果罗吗 问他 他说我还没有证 还没有证的 国王就又问他 你有没有证的三国 佛陀又说了 他还没有证的 那国王就问他 那你连澳国 那你三国都没有证的 那你澳国有没有证的 那他说连澳国都没有证的话 可见你还有这贪欲 这烦恼 那怎么可以跟我这个宫女 在这里谈话 那佛陀就回答国王 那我现在虽然还没有断这个 断尽贪嗔痴漫女 这五度烦恼 但是我内心实在 没有一丝染拙 作为国王就贺赐他 贺赐这位修行人 那你这个 医疵 那个吃的医疵 医疵人 你这个不食 就是说不食人间烟火的修行人 你看到这个美色还会贪浊 那更何况你那个那么年轻 那怎么能见到美色熬不浊 那佛陀就回答 大王 我真的不浊这个色相 我是在观修无常观 跟这个不敬观 我这样子静静都来不及了 我怎么会去贪着武艺之乐呢 其实佛陀是为这些宫礼开示 对 开示 世间无常 不要迷在世间的武艺之乐的体验 如果迷在世间的武艺之乐里面 会剁在什么 三恶道 劝他们要精进修行 国王认为 他这样 在这个 这个年轻 他还是那么年轻 那佛陀就回答说 大王 我不是说 你在享受武力六成的错误 我是真的感受到这个武艺之苦 武艺 它是让我们越泌越深 它是会麻醉 我没有毁谤你的意思 这个时候国王就说 大德 那你叫我怎么做戒 佛陀又回答说 大王 忍民为戒 国王就说 那你既然是忍就是戒 好那我来割你的耳朵 看看你能不能忍 我把你的耳朵勾下来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王继就跟国王说 国王你不应该伤害他 他是修行人 他是一个大士 国王就问他的王继 他就他说 为什么你知道他是一位大士 那王继就说 国王啊 你刚才割他的耳朵的时候 他脸色一点都没有变 国王说 他既然割耳朵 耳朵把它割下来 他眼色都不变的话 那我看看他工夫到底是怎么样 他就继续用剑割他的鼻子 把他的手脚通通都砍断了 就割节节节节身体就这个 你看那么凶狠 但是佛陀那个时候修行 已经是你看很讲慈悲 很讲怜悯众生 菩萨都看众生 其实都是这样子 因为慈悲心 我们这样讲 慈悲心它有一种力量 你看我们看 我们看这样讲 我们小孩子就好了 我们看到别人的小孩子 就在哇好脏啊好脏 那有时候大便满身 都是没有患啊哇好脏 那自己的母亲 看到小孩子的时候 因为她是对小孩子有 爱心啊对不对 你看她怎么脏她不感觉脏啊 你看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提升到 慈悲的话那种的心 我们就可以体会出来了 用母亲来对小孩子那个心境 我们可以列列可以体会出来 真正的慈悲心 它是比我们人间的这个母爱还要更伟大的 没母亲还没有断这件事要货啊 真正的到了 跟慈悲相运了 那是菩萨到那个慈悲那是真的 这里你就看得到哇这里原来 佛陀被这样子结结割结身体 对不对 他都没有 他都没有生气啊 你看那个他父法之间 看得到哇他气了要命 对不对 他就吹起了这个一阵风 对不对 狂风暴雨 悲杀佐食啊 这个时候国王一看吓一跳 对不对 他很害怕 他走到这位修行人的面前了 常规的说来 请求修行人的 原谅他 对不对 佛陀就说啦 我本来不会恨你的啦 我还是想将来啊 成佛的时候 我第一个要首先要度你 这个国王就说啦 那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恨我呢 那佛陀说 也就是 那个佛陀就是当时的这位修行人嘛 对不对 他就当下的发愿 他说如果真的我没有称恨 称义的话 那希望我这个身体啊 马上恢复原状 这个愿发完了 身体马上就恢复 恢复得完好无缺了 这个就是佛陀给他过去生 当忍入仙人的这一段 公案 公案 这歌立王就是 那无比丘之中的娇尘乳 那前身 交出人的前身 最后 佛陀佛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度交陈辱 也就是这个典故 所以佛陀佛陀 这个故事 说如果 如果 如果者 互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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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 他裡面有一個道場 道場他的名稱叫做 世界佛教世界大悲協會 他裡面有很多信徒 這一段 那他的信徒 曾經他講 有時候在開會的時候 他講 哎呀原來是師父告訴我們說 這個像割立王割結身體的時候 被割結身體之後 沒有我像 人像 眾生像 瘦瘦瘦像 他很大的受用 所以他遇到境界的時候 就是觀 無我像 無人像 無眾生像 瘦瘦瘦像 也就是 這是我空觀 包括提升就叫把空觀 也就是監導師鼓勵我們的 在平常時候就這樣觀 我把我空觀 能夠 我把我空觀能夠 震入這個實相 所以這個忍入 你看如果說是 能夠真正有剝落的智慧 達到三輪體空欄 那才是真正的忍 否則的話 我們要知道有忍的我在 那還不是真正達到三輪體空 真正的無我 達到三輪體空 那是真正的忍 否則忍 忍的忍還是有限度的 剛才某些鼻子忍 忍還一個範圍 淹到水 淹到嘴巴可以忍 淹到鼻子我們就受不了了 因為沒有跟空性相韻 因為沒有跟空性相韻 所以伯陀他能夠跟空性相韻 所以說對於這個達到三輪體空 所以說他對於割結身體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手相 這個人 我們曾經比喻一個公案 我們常常講 過去在禪經的時候 孟學爺常常舉例這個 無灰金色 住了一個這個無灰基士 對不對 他認為他修練功夫已經到家了 他就住 他就到處去掛單 他就在一個大個毛棚 寫了一個信徽君者 信徽基士住信徽君者 那關心徽君者知道他的境界 還不到真正到那裡 所以有一天關心徽君者就發現 一位老太婆 經過他這個金色就問這個基士 你這個信徽金色 這個信徽 又是這位信徽基士 這要怎麼解釋呢 那老太婆就問他 那老太婆他就一直告訴老太婆 要怎麼樣解釋 怎麼解釋 好 等一下老太婆 又走了走了 又回來了 他又忘掉了 就又繼續問那個基士 你這個信徽金色跟信徽基士 到底是你剛剛講的是什麼 我忘掉了 經過這樣一再問 問了好幾次 這位基士就受不了了 問了那麼多次對不對 跟你講講了好幾次 你還聽不懂 就發火了 我跟你講這那麼多次 你都沒有聽進去了 你不懂就以後就不要再問了 那最後這個 這位老太婆 被說哎呀 我知道了 原來灰裡面還有火啊 所以說我們講說 這個信心之火可以了言對不對 你裡面我們這個 這個還有撐金的那個火還在的話 還沒有到醫藥境界的時候 我們不會發作啊對不對 所以在進階一來的時候 考驗一考就倒了 所以就跟著我們常講說這個公案 虧裡面還有火 老太婆是觀音普昭視線的 他說我知道了 我以後不要再問了 我知道你這個虧裡面還有火啊 這個就是還有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射手相 還沒有真正正道 不得破命 所以修行就如果沒有了解空性 正空性的話 那一定還有忍的像 忍到最後忍無可忍 那就爆炸了 所以說常常要熏悉 知道是空性的 所以大聖佛法就是主要是先 叫我們真正的了解空性 所以佛法是什麼 空的哲理 建老师常講 是對空的哲理 真正到究竟的時候啊 那就是心經所講的 射空是不好的 射就是空 空就是射 真正 射空是一件事情 要是我們了解實相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用壓的了 了解實相是空性的 一關照 它就沒有了 就放下來了 所以說對空性的道理 我們要常常 熏悉 在生活之中 我們用佛法空觀 常常來觀照 久了久了 我們真的最起碼 會感受到 原來在這個佛法空觀來講 對我們修習是幫助很大 我們懂得實相 我們以後就不會用壓了 壓是很苦的 你看以前 如果說我們用壓 沒有不知道這個道理 用壓的時候 事情一來的話就爆發了 包括念佛也是一樣 念佛為什麼到最後要講到 為什麼 那個老法師 讓人家這個念佛 進途法門 為什麼還要講這個金剛軍的原因 就這樣 了解讓大家了解實相 對實相道理 你真正通達的時候 你念佛就有 就會得利了 念佛如果說你對這個實相的道理 不能通達 不能了解 那念佛 要達到真正成就 說實在 不容易 所以當我們真正了解這個實相的道理之後 念佛也好 我們在平常上的觀照也好 你就會得到很大的幫助了 所以最好的修行 也就是真正的大聖起信仁所講的指觀 所以說我們講說能夠指觀併運 指可以說一面用壓一面用疏導一面用觀照 這樣來降伏我們的心 並且講雲何降伏其心 修行就是 重點就是 怎麼來降伏我們這一念旺心 所以我們懂得這樣道理 就如同大雨治水一樣 一面用紙一面用疏導的 這樣才能把這個洪水把它治好 一樣 這本經 所以經文講 何以故我一往期 節節之解時 若有我向人 向眾生 向作者 向應生稱恨 那接著 我又告訴西伯提尊者 西伯提 又念過去以五百事 作忍入仙人 虐有所事 無我向 無人向 無眾生向 無受走向 這段經文 是接著前面的幾個例 我們先把這段經文做個解釋 佛說 我不僅在割立房 割結身體 那個時候 那時的人 也就在我們過去生 五百事 作忍入仙人 這個仙人就是菩薩的意思 代表菩薩的意思 可是我在過去生 五百事 作忍入仙人的時候 遙遙所事 那時候就是 那個時候就 無我向 無人向 無眾生向 無受走向 同樣在這個五百事中 都能夠離四象 把四象 變成了平常 所以怎麼把四象 變成平常 最起碼你看 了解四象的時候 他當下 任何的象 他體性都是如來賬 妙真如性 對不對 他當下就是 當下都是如來賬 妙真如性 所看的 零零種種 他不離開 我們的真如 不離開 我們的佛信 一切像 像雖有生滅 讓我們體性 它是不生不滅的 所以像是 生滅的幻象 體性是不變的 所以真正的平常心 六祖大帥在談心 告訴我們 心平 真正心平 心平和勞職 行職 真正心 能夠 行一職心 能夠表里如一 那行職 何用修禪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 不管碰到任何境界 我們都能夠保持 心平 契合 平常心 那就 沒有 情緒的變化了 沒有情緒的變化 那是真正的平常心 那真正心平 你看 那 慧就生了 心平了就定了 心平就是定 所以 简老师講很簡單 所謂叫做禪定 心安了就禪定 心真正放下了 安了就禪定 你看禪定 由禪定 智慧就生出來了 所以佛法的智慧 就是從定中 显巴的 所以我們現在 有果 有我們的 我們要觀空 禮相 如果我們心跟空相應 那外境 外境的這個 順利進 進界相 心都沒有掛礙了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身 就慢慢跟空相應 所以 賢傑勇家 賢傑勇大師在 他說 刀割 相途 何苦 何樂 那真正修行到這個功夫 要跟空心相應 然而是要正了空心之後 如果跟空心相應了 那就達到空有不傲 那就是我們講著 走到生死自在 泄脫 沒有障礙 泄脫自在 泄脫無礙 所以我們 佛陀 己他過氣身 這五百事 坐人入先人 一有所事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走相 所以我們 本經在這個 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受走相 講了那麼多 告訴我們 要能夠 知道 所有的相 都是因性而選的 他沒有實性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個道理 相是 生滅的 但是我們的體性 他是不生不滅的 變來變去 他還是一樣的 所以生 當體 就是無生 因為同個材料 這教人 真正 結局佛法 就教人 從這個經上造理 教人去 體悟到無生 能夠真正到 相應到無生 所以 我們念佛念到最後 也是花開 見佛 悟無生 我們先休息個十五分鐘 我們再做說明 各位大家我們再看 金本第十五月的最後一行 是故西菩提 菩薩 因離切相 好 好 是故西菩提 菩薩 因離切相 發 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不應助色身心 不應助身香味 觸法身心 因身無所助心 若心有助 既是非助 既為非助 是故菩薩 是故佛說菩薩 不應助色不思 西菩提 菩薩 為利一切眾生 因如是不思 如來說 一切諸相 既是非相 又說一切眾生 既非眾生 西菩提 菩薩 如來是真一者 失一者 如一者 不狂一者 不義一者 西菩提 如來所得法 此法 無時無息 其實我們不斷地在說明 萬法為世一心 我們講說這個萬法為心造 心所造的 他體性所造的 他當下也不靈心體 所以不斷地告訴我們 我們那一心的現象 我們實相 講到實相 其實實相 其實是非相 它是空相的 他離有無傲相 所以不斷地 以各種的 這經文就說明到 我們他自信 他本句的 所以 講的不離開 六祖大師所誤的那五首句子 何其自信 本自親近 何其自信 本不生命 何其自信 本不動搖 何其自信 本自祭祀 何其自信 能生萬法 所以一切法 不離自信 所以自信建立萬法 所以我們用各種的佛陀 舉了各種方法 舉他的例子來說明 我們自信本來就是那麼殊聖 那我們現在把 我們自信的 本來自信的這種殊聖的 我們被五元煩惱成蓋住了 我們把這個我們的心 認為這八四五十一新手的心 才是我們的 其實這八四五十一新手 他本來沒有的 八四五十一新手 他是生滅相 但是他生滅相 我們講諸婆菩薩 他到世間來 他還是依真如變現這個 這個八四五十一新手 跟我們眾生是核光同層 教化眾生 但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只要誤了 本來這個八四五十一新手 他當體也是外障 妙真如遜 所以各種方式 幫助我們 一剝肉的官道方法 能夠入十項 是我們一心的道理 所以我們 再接下來說明 是故 西菩提菩薩 應立皆相 八阿諾多三秒三菩提心 不應注射身心 不應注射身心 不應注身香味 出發身心 因身無所助心 那肉心有助 即是悲助 是故佛說菩薩心 不應注射布施 西菩提菩薩 為立皆眾生 因如此不知 接下來 佛陀又告訴西菩提尊者 西菩提你因立皆相 八阿諾多三秒三菩提心 你看 本經講到立皆相 立皆相 不斷地再重複來說明 前面的經文告訴我們要離一切相 叫我們離一切相 祭民諸佛 這裡告訴我們菩薩應離一切相 八阿諾多三秒三菩提心 這個離一切相 是離了世間相 對有為有法的相 世間的有為法的相 世間的有為法的相 包括初世間的無為法的相 離一切相 所以世間的有為法相 是什麼 貪稱痴慢離 我們這些的見失奧貨的靶相 我們要離 這是重點 那我們重點抓住的時候 我們對於修行的這個要領了解 我們修行就不難 但是因為我們在重點沒有抓住 因為我們依我們的邪氣 所修行就是在 還是在這個靶相名詞裡面 還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告訴我們 這也告訴我們 要菩薩應離一切相 八阿諾三秒三菩提心 一定要知道 不僅我們初世間的有為法相 包括初世間的無為法相也要離 我們講初世間的清淨即滅相 同樣的也要離 就是兩邊不左 中道不純 這樣才能夠成就佛道 所以菁老師在《大破裂盤經》的時候 講到我們講的空 我們講說這個我們著身見 這個身見也要離 對不對 包括我們的這個正暴身心 一暴世間 世間這個現象也要離 不僅這個要離 連心都要離 這個心就是我們的阿賴耶 阿賴耶的這一點 相對能所的 還有相對能所這個心 都要離 徹底的真正把離了 那真如就顯了 所以說成佛就是離一切相 前面講離一切相 既明諸佛 所以前面講的若見諸相 悲相既見如來 後面教文講說離一切相 既明諸佛 所以離一切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因為長期以來都在向上打轉 因為三界眾生哪一個不在向上打轉 我們一界眾生在五一六成在那邊打轉 對不對 有錢還是要更有錢 對不對 我們看到最近 以前大忌惮的那個案子 現在又發現到了一個 你看那個負責人又被收押了 對不對 因為有錢有事啊 對於佛法真正沒有徹底了解 有錢有事很容易造 很容易造業 所以說我們講說真正的 我們只有懂得修福 不懂得修行的話 來是今天今生修福來是得福報了 很容易造業 我們就看到現在這個例子就知道 有錢 因為凡夫嘛 有錢還是不夠 有錢還是要更有錢 對不對 土地 對不對 一個地方一個人買 都是自己的土地還不夠啊 還要什麼 還要征服外太空 對不對 還要搬 我們這個地球還度了不夠 還要到外太空去啊 要移民到外太空去 你看我們的意望啊 為什麼講意見 意望無窮啊 我們講說這個 三骨一滿啊 人心難品啊 就如同怎麼像 骨頭講像這個蛇吞象一樣 蛇那麼小 對不對 我們看有時候看 蛇吞象 其實蛇啊 很厲害 那看到那個有個小鱷魚啊 那個骨頭那麼硬啊 你看看我們看那個電視 電視啊 它就給它吃下去了 它厲害啊 它能夠有的地方 你看吃雞 我們看這個雞 那個骨頭啊 那很細對不對 那時候一咬整隻吞下去 它能夠消化啊 你看越不同啊 如果我們的話 我們一點點的這個骨頭那個 哇我們就受不了了 所以說 真的真的我們所看的是 什麼 我們所看的是這樣子 未必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所以本經告訴我們 凡所有像就是虚幻啊 像是什麼 尋頁發現啊 任元經講很清楚啊 是眾生尋頁發現 那我們把眾生尋頁發現的 把它裝作真的 對不對 我們不要看我們事件是這樣子啊 你看核群 核 那個核子啊 核群啊 在山上核群 他也是認為他們 他們那個境界是真的啊 那執著啊 一樣的啊 我們看老鼠 蟑螂 他們也是認為他們那個生活是真的啊 他是放不下 還是執著啊 他們執著的更厲害 還好我們今天有在因緣了解這個道理 萬把為心造 所造的沒有離開我們的本性 懂得這樣的話 真正懂得實相放下就容易了 否則的話 聽了那麼久 對不對 對這個部落到底聽了那麼久 越聽 講的 都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新鮮的 好像 沒有說什麼 一怎麼樣子 師父一加持 或練怎麼做 那就可以怎麼樣 財富滾滾啊 對不對 沒有啊 因為這是延期法 佛法 重在延期啊 所以 講到這個財神法 一有財神法 對不對 人山人海 都是報名的 很多 對不對 其實這個財神法 所講的 也是我們命中有的 同樣命中有的 所以金光老法是告訴我們 命中有的 中虛有啊 雖然我們現在命中有的 你還沒有 他還沒有顯現出來 他始終都還在了 命中無的 你怎麼去強求也 強求不來的 也就是以前 比喻以前一位將軍 他因為為了要升降官 降臨 對不對 從上校要升到少將 這個過程之中 因為同學 同學在一起 畢業同學都升了 都升少將了 自己還沒有升 他無論如何想 就想說找了一個 綜合一個工國老人 密中的 學密中的 找到師父 師父問他說 哎呀 你命中就沒有 他說不管怎麼樣 我就希望說 看看師父你能夠給我一個奏 或是怎麼樣 讓我能夠真正的能夠升為將領 他說你要啊 師父 所以搖頭啊 他一直要啊 所以給他這個奏 結果呢 沒有多久 真的 老講到時候啊 就公佈了 公佈了 他要升降臨了 對不對 哇大家 朋友來慶祝他 在慶祝的時候就走了 對 所以說真的 我們命中有的 我們不要去羨慕人家 修什麼法 財神法修什麼 因為那是我們命中有的 所以如果說是命中沒有的 我們變成有了 那我們 就不需要不失了 就念個奏 財神奏就有了 所以財神也是在我們 他有意志在神嘛 神有意志在 把我們命中有的東西 他提前 神都有意志在 朱伯仆都有意志在 把命中有的東西 他顯現出來而已啊 所以這個 叫我們要離相 就是我們眾生 內心住了這個 我們異界眾生 住了財色名十歲的相 住了相對待能所的相 這個要慢慢慢慢慢慢 要淡化 你慢慢淡化的時候 義界 你看義界欲望越淡啦 相對的 我們坐禪就越得利了 你看到了 義界的第三天 就需要有這個 不僅只有十善 還需要有這個定 對不對 義界定 一直到了義界定 到了這個出禪之前 還有未到地定 那定不是用壓的啊 佛法講的定是能夠通達實相 不染萬盡 所以佛法講的是 對這個宇宙萬法的 真正徹底了解啦 能夠真正放下來了 所以我們不斷地在 對這個剝弱道理 真正的 一直宇宙也了解了 實相的道理 也就是我們 一心扁忌著 我們講每一個人 他扁忌著 所以前面講的 肉見諸象 非象既見如來 對不對 後面講 離竊象既名諸佛啊 本來 說實在 我們講說 用什麼方法 最容易 能夠相應呢 哇 各有各的不同方法 對不對 儒家說 哪一種方法是最好的 你看 這裡講沒有方法 哪有方法 離竊象既名諸佛啊 你像也 像離了 你著了這個像 那個像 還是 還是個法像啊 你看 再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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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進一步講 你看這個 菩薩印八 印離竊象 八 阿諾多羅三秒三 菩提心 那就是 不僅有體 還要有有用 有體有用 這裡 有兩重意義 第一重意義是指 八心 出八心 這因地八心 要正確 因為 我們學習佛法 很多人 也有八心 對 都八心 在修 但是有人 八心不正確 希望我越修 能夠 越順利 越修 越有錢 有些人都這樣子想啊 我現在不如意 我修行 對不對 我小孩子能夠考上什麼 有些人都是這樣子講啊 修行可以得到感應 甚至於有些人 修行想要得到特異功能 如果我們依這個 有所得的心來修行 那不是真正的修行佛法 那就變成了信外求法 就變成外道了 很容易 這樣很容易要走火入魔 所以觀念非常重要 重要 觀念要正確 所以我們講說 不怕破戒 只有怕破見 古德講 你破戒的話 能夠什麼修 修補 修補 懺悔 能夠修補 那破見的話 我們講說 雖然看起來好像是佛法 確實是 師之好禮 插之千禮 這個一定要了解的道理 看起來都是一樣 所有的法 所有的法 天主教也是一樣 儒家也是一樣 道家也是一樣 講的都是什麼 都是欠人為善 對不對 我們這儒家還講的 講到這個大學 中庸這個部分 大學之道在 在明德 在清明 在旨意至善 你看 這個都是屬於佛法的 這個菩薩 大聖佛法的教理 但是真正的到圓滿了 佛講的一切通達的 這一種的 宇宙萬法是真相 還是佛法講的最徹底 告訴我們 它當下去是 當下就是實相 它不是 我們現在生活 雖然生活在世間 但是它不離實相的 只要我們把我們的 這染垢啊 像鏡子一樣啊 那鏡子都有造性啊 你看 五面鏡子 每一個鏡子 它都有造性啊 但是五個鏡子 它的染垢不一樣 所以功能就沒有那麼 就有差別啦 一樣的道理啊 但是我們 學習佛法 就是把我們的成垢 內心的成垢 把它擦得乾乾淨淨淨而已啊 不是心外求法 不是要得到什麼 是把我們 這個錯誤的想法 把它放下來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 菩薩修行這印尼一切 所有有所得的像 八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這也是金剛 不是心經所講的 以無所得 故菩提撒斗 要以這個無所得 為所得 修行 越修心 越清淨 越修 越能夠放下 修到最後 連放也放下 沒有東西不放啦 那就 離切相 祭民諸佛 所以古德常常提醒我們 因地不爭 那叫果招逾驅啊 因地 從因地上來講 我們初發心 一定要 離切相 八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那是從第一從 來講 同樣發心啊 因為發心 有人發心他有所得啊 對不對 他是告訴我們 這個 你要怎麼樣 前面 前面 墨學講啊 對不對 不要有 有所求心 有所回 有求 有所回報 求回報心 能夠什麼 能夠付出 其實付出就是布施嘛 那第二從 就是從頓悟頓修頓正的 這邊來說明的 從頓修 這頓悟 就是離切相 幫助了三秒三菩提心 這個就是如同 圓結經 他所講的 知患距離不做方便 離患距結也無見次 所以前面 文書 知役菩薩 他有兩 這個是普贤菩薩 第二章所講 第一章 就講知識空花 幾乎輪轉 所以空境很重要 所以知識空花幾乎輪轉 在我們 顏結經第一章 普贤菩薩 章裡面 他是 悟了扁起陰地之後 悟後起修的 我們金剛軍 算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 我們就 顏結經 還有顏結經 我們說明 所以說 我們要知道 眼前境界 就是我們 一心境界 知道 心外無靶 靶外無心 當下 整個靶界 就是我們一心境界 現在我們眼前的這境界 就是我們 一心 變現出來的 因為我們有夜視 所以說 這變現出來的 像影子一樣 像影像一樣 就如說 我們晚上做夢 就是我們六四 晚上的夢 就是我們六四 變現出來的影像 那現在我們是 根層接觸 所顯現的像 就是我們八四 八四 我們八四 透過了我們眼老鼻子 身 藉著境界 就原顯現出來的 所以這些境界 都是我們心變的 萬把回心 所以 我們要知道 這一切都是 夢幻 西甲 是像空花 水月空花一樣 不是真的 一切境界 就是我們自己 其實 也有時候墨學也是一樣 他宣習了那麼久 有時候看來很貼切 對不對 就是自己 但是你看 在境界 迷的時候也是很久 在迷的時候 我們又 這個 暴力又不是 看起來好像是 清楚 是清楚 又是非清楚 真正有時候是非常清楚的 其實就是我們的習趣 我們習趣在 異界的油裡面 這太久太久了 很厚了 在我們八字田中的那種的 那個習趣種子 非常深厚了 要轉 沒有 常常熏熏 常常熏熏 能夠一天一天的淡化下來 只有我們如果說 我們在 只有在熏熏 而沒有在 尖老師告訴我們的 我保護空關的話 哇 那時間會拖了很久 如果我們加上 我們每天懂得 這個 我保護空關的話 哇 那進步會很快的 很快很快 各位可以 可以這樣子好好用功 試試看看 沒有多久 你會覺得完全不一樣了 或然我們那些的無名 那種的力量 你看 就像 突然間就像這個 黑雲啊 被風吹散一樣 你突然間 哎呀 原來經常講的 記記 你就越來越相應 越來越相應 所以說 平常 能夠了解實相 不僅了解實相 不僅了解實相 不僅了解剝弱的道理 我們還要在日常生活之中 能夠提起我保護空關 這個可以讓我們對這個實相道理 越來越貼 越接近 越來越接近 所以因為我們有我保護子啊 見不到一切境界啊 所以要破除我子啊 見到 見到 我保護空關 就把 我子也破掉 把子也破掉 破掉了 相應到 哎呀 禪師所講的 是他之間不格好端啊 我們就 夢就醒了 夢還沒醒 總是有境界嘛 對不對 總是有看到 哎呀 你說 佛寶說 這個一切都是你的心 我看來都是有什麼 這個有好壞 沒錯 有這個這樣的差別像 那麼多 怎麼會 說這個不夠好端呢 我們只有 能夠從夢中來做比喻而已啊 所以當我們心靜下來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相應到 哎呀 經常所講的 原來分別是我們的習氣啊 分別執著那是我們的習氣啊 那我們的習氣慢慢 在生活之中 它不知不覺就照這樣子嘛 因為我們也自己發現不到 它無形中就是這樣子嘛 那當我們熏熏 熏熏剝落的教理之後 有時候相應嘛 但是 我們在世間的染 染息 重於我們在平常的 這個熏熏剝落的教理嘛 所以說 要讓我們 錢老師 鼓勵我們在 生活之中 起火把奧空關 確實 對我們修情 確實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你們就知道啦 所講的 心外無靶 靶外無心 靶外無心 哎呀 講了那麼多的這個靶 原來兩句話就帶過了 因為所有講的就是我們的心性嘛 所以從原結晶來講 第一個它告訴我們 智智空花 既無輪轉 那是從頓悟來講的 因離卸相 發這個無上 阿諾多三秒三不去 也就是發無上正整 正結的心 也就是在原結經 剛才所講的 是第二位 普賢菩薩的第二章 原結經的第二章 所講的 自幻距離不做方便 離幻距離不做方便 離幻距離也無間次 那是頓入頓修頓正的 真正相應到這個 都是幻 但是我們現在呢 我們還沒有像 菩薩法生大事 能夠相應到這個境界的話 我們可以 自幻距離 我們要懂得做方便來觀照 離幻距離 我們有見次方式 到最後 能夠工夫 越用越成熟了 到最後 也就是跟金上講的 自幻距離不做方便 離幻距離也無見次 那就到了原觀的境界了 他不需要再觀 沒有所謂的能觀守觀 那是顏妙三觀 所以說 剛開始我們 達不到這個境界 所以說我們還是用 有作意的方式做止觀 還在這個世間剝弱對峙的範圍 那只有當下時下匯起這念心 那就是了解 當下既空既有既終 表不可得 真正的放下 那在楞言經他也說 他說什麼 狂心頓些 狂我們現在妄想經很多 那妄想 哇不斷地妄想 想這個想那個 想一大堆事情 妄想經很多 任言經告訴我們 狂心頓些 歇至菩提啊 狂心簡單講 就是攀圓外面的心 攀圓不斷的心 不斷在往外攀圓 所以說我們講說 真正的心 不斷往外攀圓 那心力量很強的時候 即使我們真正 研討到這個大聖經典 研討到這個很重要的這個 這個心靶的要點的時候 我們還是不能直下匯起啊 還是以我們的這個習性為主啊 這重點都是在啊 不是不在啊 處處都是顯示 你看狂心頓些 歇至菩提 當下 哇原來 就講那麼清楚 經常告訴我那麼清楚 一反照 我們這一念的文信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們從來也沒有去做反照過 但是有些人他懂得反照啦 他真的得利啦 修行真的重點都了解啦 那重點真的抓住了之後 那再加上用功好用功 很快就越來就越相應了 所以說佛靶 禪師講佛靶無多子啊 沒有什麼啦 重點是我們的心啊 太散亂了 心攀岩心太厲害了 所以把我們朋友的東西 我們本來就是大副長者 對不對 經常告訴我們 眾生本來是佛啊 眾生本來是像一個大副長者一樣啊 但是我們卻不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摩靈寶珠啊 但自己摩靈寶珠也不知道 還要往外去追求這個 外面的摩靈寶珠啊 所以就如同比翼啊 有時候因為墨學 都喜歡 沒事 在以前 從以前 都喜歡喝茶 一樣有道理啊 你看 這一泡茶 剛開始喝的時候啊 我們喝的不是好茶 不是一般的 早期啊 早期差不多 一千多塊就不錯了 但是 總是有時候是五六百塊的 早期啊 不是現在 現在買不到啦 五六百塊吃了之後喝喝喝 後來也不錯啊 但是有人拿了八百塊的 八五塊的也不錯啊 再來 一千二一千塊的 一千塊又比八百塊的 到了一千二的 又比啊 那不斷的那個 到最後呢 我說八百塊的又變成不好喝了 那本來是買好好的以後 買好幾斤 最後就不喜歡喝了 對不對 本來是很好喝的 為什麼會變成我們不好喝 你看同樣的東西啊 是不是 我們的慾望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說我們就難去發現說 為什麼企業家 大企業家 他有這樣雄心旺臟 希望能夠那個 那就是這樣的道理啊 一樣的道理 把轉換的道理啊 包括我們講 毒品為什麼那麼多 也就是轉換的道理一樣啊 他意思是一樣的 我們不要看啊 哇為什麼那毒品那麼氾濫 因為生活太好了嘛 想要走到刺激嘛 有錢嘛 沒有錢 有錢人引導沒有錢人嘛 對不對 你感受到 能夠真正放鬆 真正的放鬆不是啊 你要務無所得 要尊重放鬆 那不需要錢啊 那毒品那個 那是後患無窮啊 所以我們要知道啊 我們真正實相是在我們眼前啊 極樂世界也沒有在我們的眼前啊 所以說 我把 差別 就要真正的了解實相 這樣說 差別就在 謎跟物 染跟境的差別 謎的時候什麼叫謎 就不了解自己的真相嘛 所以讓我們現在知道 對不對 但是一離開的時候 欸 襲擊又來了 又忘掉了 我們總是把五印 認為五印是值得 六成唯有 好 那 這樣就正謎啦 如果這在我們世間來講 這很正常啊 對不對 那怎麼 才 才設名職最本來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啊 人要有名望啊 對不對 有名望 對不對 名望 會造勢啊 如果說名望 觀念錯誤的話 對不對 你看我們 我們這樣講 如果說是 在政府機關服務的話 觀念錯誤的話 那造業就更大了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小公園還沒有事啊 這決策人的話 那決策下去的話 那 那這業就造大了 做錯了就造大了 因為我們總是認為 這樣是正常的 總是認為說 我們所跟對的人啊 就是正常的 我們有得利啦 我們有利益啦 一般都是這樣子啊 所以 我們的世間的現在就不斷地攀岩 攀岩到什麼 人員關係要好 有利益的時候互相 你看 有利同享 到政府的時候 都到這種的利益是正常的嗎 不是正常的啊 都同享 到最後是同享到建議器啦 是不是 我們可以看到啦 真的有時候 現在沒有結束佛法 我們總之認為 這個是很正常的 到現在 慢慢發現到 哎呀 人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 佛陀告訴我們啊 我們 三界無安宅啊 越來 你就是 能夠 越感 感恩這個佛陀 他能夠 早就知道啦 哪怕 我們錢資再多 那是無安宅啊 幾百億 聖上千億的 對不對 還是要為這個官司煩惱啊 對不對 還好我們這個懂得修行 對不對 能夠假日 我們來 熏習這個剝弱教理 可以幫助我們啊 所以 我們 因為不了解 的時候 就會迷在境界上 迷了就是在 迷了五億六成 以為是只有的 那就會迷了 那悟什麼呢 悟就是了解 五億六成 種種的 是 為是我們的 自己的一心而已 整個境界就是 你自己的一心 了解 不可得 就是悟就是悟這個 而悟的人他了解 必進空 不可得 究竟是得不到的 當你得不到的時候 心就是慢慢乖了嘛 心就是放得下了嘛 我們總是要得 心怎麼放得下 放不下嘛 所以我們要知道 在任其阿巴多寶君裡面 告訴我們是 無法三自信 八四奧我 眼前的境界就是 只有一個名 像而已 無法就是 像明 妄想 政治如如 各位 可以用這樣子來觀 像明 但是離開了妄想 當下就是政治如如 三自信就是 一差起信 偏激直信 偏激直信 言成實信 一差起信 都是各種 因緣條件 有的 那我們不執著了 離開了偏激直信 它當下就是 言成直信 所以說 我們講 十相就在眼前 就這樣 只要你不攀岩放下 那當下就是像現前 所以說 我們 不知道說 以為一他取信的境界 只為實有之著了 那就 迷了 了解了 眼前的境界 就是我們的影像奧語 你懂得放下得不到 那就解了 所以說 我們境界也是一樣 當我們在 你看沒事的時候 心很安詳的時候 你看了這個所有的境界 都是很安詳 對不對 很美 當我們心裡有事的時候 很美的境界 對不對 我們覺得 哪有什麼美 所以我們常講說 我們很忙的時候 跑到 阿里山 到阿里山 山上 哇 放下來的時候 哇 平常很忙 壓力很大 一到山上的時候 唉 輕鬆很 感受了 唉 不錯 很想以後再來 那 那住了 住了第二天的時候 很覺得無聊 沒有什麼 趕快就 就回來城市 臺北了 因為那個 我們的心就是這樣子 真正的 只有能夠真正的 瞭解實相的心 我們就自然就會安定下來 波折的話 我們在這個境界裡面 在世間的大廠缸裡面 你怎麼能夠靜下來 是靜不下來的 所以說 所以說 真正的 瞭解的時候 要有正切的智慧 所以說 當我們離開了 妄想 那 相名就變成了 政治跟儒儒了 政治就是智慧 那也叫做菩提啦 那我們學習的佛法就是 簡單講說 轉迷成悟 悟了之後 以後不再染了 迷了時候會染 悟的時候 你知道這裡 你意識的境界嗎 你就不再染了 不染了 那就眾生成佛了 如果染了 那就佛就成眾生了 所以 凡聖的差別就在這裡 那 如果我們是斷滅 我們的心是斷滅心 那就不是啦 那 所以說這物實相 我們才能夠 在境界中得到解脫 那像外道 他不知道 是自己的心 他以為是真 外面境界是真只有的 所以他用壓的 到最後是無想定 或是至空定 把我們的六四扑住了 但是雖然六四扑住了之後 只是暫時的而已啊 我們講什麼 堂皇 當我們堂皇 吃掉了彈性的時候 他又起陷阱了 他用壓的就這樣 他一樣是出不了 這個輪迴生死的 所以佛法叫我們 要能夠開悟通達十項 了解 法界不可得 了解法界即真如 包括 我也不可得 所以真如 真如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這一念的 節之性 它叫清清楚的節之性 其實就是我們這一念的 空靈靈空的節之性 熬矣啦 所以凡夫 就是一 我們講 本來是實相的 凡夫是一真舉萬 固有輪迴嘛 了解旺啦 不再攀岩啦 心清靜啦 就沒有輪迴啦 就是知識空花 幾乎輪轉的 道理就這樣 這是當下是空訓的 不再攀岩的 所以禪宗說 道不假修啊 半莫污染啊 禪 不假邪啊 貴在息心啊 你邪那麼多禪 對 重點是叫我們 幫我們來忘心 把止息住 心放下來就好了 所以 參加說 只問我們知見 不問我們的行止啊 行止就是 我們的功夫 就到哪裡了 有神通啊 這就是行止 不問行止啊 只要問我們的知見 知見正確非常重要 知見正確的時候啊 我們怎麼修 到 或許來一次 你會碰到一些的外道 對不對 但是 好像格格不入 室友好像是這樣子 又好像不是 莫邪就遇到這個道理 之前在七十幾年的時候 六十幾年了 就是跟我一個朋友 他是蠻千才的 他編了 那時候我們聯手嘛 那開了我們 這個總公司 這個聯手店 要 要 這到全省各地都要有一個聯手 聯手 那是做了那個 勘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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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勘啊 他蠻千才的 會寫的這個編輯 編輯得很好 那同時幾年之後 欸 他怎麼 突然間 這個 吃素啦 六十幾年 突然間吃素啦 欸 覺得很 那常常跟他接近嘛 因為 莫邪是負責業務的 他是 負責這個編輯的 常常接觸接觸之後 欸 他還是懂得一些因果道理 對不對 不過他 很用功修行 但是 那總是認為說 欸你看 莫邪講過了 你看他說他 開什麼 開中脈 對不對 我跟你講有上次聽過有沒有 開中脈 有沒有 他對這個道理也清楚了 他說開中脈的時候啊 他說到爬山的時候啊 哇 那旁邊 都是排隊的 要跟他要 他說 有時候看出去看到的時候 都是好像過去的親人 這個也是親人那個親人 有時候到 到那個 南邦澳那邊靜坐 對不對 在河邊那邊靜坐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 也不相應 對不對 聽到進風老保持的 那個以後 欸以後就慢慢慢慢慢慢 現在就 已經 十幾年沒有聯絡了 因為有 也有在這個 那個台北市政府的那個 那個 那體育館演講的 所以這個之間非常重要的 雖然有神通 對不對 但這個 可能是通到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道去 我們不曉得 佛法講的是 最圓滿 告訴我們 我們自信本記的 在 維摩經 裡面 文書菩薩 見維摩基基師的時候 去維摩基基師問啊 你從什麼地方來 文書菩薩 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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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菩薩啊 跟那個文書菩利菩薩 文書菩薩 見到文書菩薩的時候 文書菩薩問啊 問文書菩薩 你從什麼地方來 文書菩薩說 文書菩薩說 不來相好來啊 那是什麼 五願本空嘛 不來相 知道是五願本空 是六成卑有嘛 心裡沒有 心裡沒有 來氣之向 我們有這個真體 我們就有這個來氣之向 對不對 靶界你看 色跟空是一樣的話 哪來的來氣之向 住在色靶 那當然你看了色靶 那你就有來氣之向 就如同 我們那個 寶特瓶 裡面裝的 空氣 那空氣 拿到美國 你看那寶特瓶 有來來去去 那空氣 跟外面的空氣 有沒有一樣 一樣 是被那 薄薄的 寶特瓶上包住 其實那裡面都是一樣的 所以溫術治理博察 他說 他答 不來相好來 五願本空 六成卑有 心裡沒有來氣之向 他是 答得非常嚴滿的 所以禪宗就說 只問你的知見 不問你的行止 行止錯了 剛才墨學講 事之好理 差之千里 事件對了 那一定 早晚 一定可以達到目的的 如果事件錯誤了 達到目的 達不到 要達 達不到 我們講說 究竟 我們講 佛的這個 目標的 達不到的 所以這裡佛陀特瓶 特別說明 菩薩 印離界像 八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是我們前面講的第一種 那八心的第二種就是 頓悟 頓悟就是直下無心 直下了解是空性的 直下這倒是 剛剛講 袁潔君所講 智智空花 既無輪轉 當下 我們講 身出無上正整正結的心 那就是 八心就是要正確 才不會果招儀期 你看果招儀期就是 你有所求有所得 你想要奪到什麼 那個就是 你有這個心 它果報 它障礙就是偏掉了 好 那我們從這個兩個 兩點來說明 這菩薩 印離界像 幫助了三秒三菩提心 好 就前面 這個兩種說明 那底下呢 不應住 不應住 色身心 不應住 身香味促法 身心 因身無所住心 這就告訴我們 心要 無所依止 不要求 不要做任何事情 只要付出 不要求回報 不求回報 所以說我們講 心不要有任何依止 就是不依止 世間法 也不能依止 出世間法 心無所依止 真正的禪經所講的 如日處昔空 對 隨緣能夠隨緣任運 任運自在 唐願居士所 常常 我們常引用 唐願居士所講的 不以萬法為禮 就是 這裡講 這個 不應住色身心 不應住 身香味促法身心 因身無所住心 因身無所住心 這是無所住心 就是道心 也就是 唯謀居士所講的 不奧法門 不奧法門 就是我們常講的 既體既用 既用既體 既用不奧 所以 心裡面 有住 那就有奧心了 那你住了 住就是有能所了 如果我們住了 無所住要生其心 那就有奧了 所以 因身無所住心 連無所住也不能住 只能夠直下會起 我們這一念的無住真心 所以等到我們真正正了無所住的時候 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 一切運作 沒有一法 不是佛法 法法 都是佛法 都是佛法 所以 身無所住心 當下就是 就是佛心 如果我們以這個表法來講 不應住 色 身 心 那個色 就是表示有其捨 有分別 身就是表 有希求心 那眾生都有希求心 那眾生都有希求心 反正有的希求心 都屬於身 表法 那相就是表 戒定真相 相就是表 這個 住 戒定之相 有這個相 那當然 就如同神秀大師 所做的那個句子一樣 身是菩提術 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博士 勿使惹塵埃 這個 為什麼我們常常要這樣關心呢 你看我們有時候 我們地板的 我們地板今天擦好了 都是很乾淨的 沒有灰塵 過了兩天 好像也沒有什麼開門 也沒有什麼那個 人員進出 過兩三天 地板又有這個灰塵 對不對 所以說 神秀大師告訴我們 那沒有務實這樣做 因為那就是這樣 時時勤博士 勿使惹塵埃 雖然 吳祖 吳祖 吳祖文人大師 他說 那只到門外 沒有錯 這還是要在門外 因為心 自信本來是無染 心本來就是無相 那為什麼還要實施勤博士呢 那當然過程之中是這樣 到了見信的時候 你看自信 從自信來講 那程也是自信 程也是如來賬妙真如信 所以一切都沒有離開 如來賬妙真如信 所以六土大師 對這個記者來做了一個菩提本無術 明盡益悲彩 便來無一物 何處忍神哀 知道自信要不可得 一切境界都是我們自信所變現出來的 不可得 你要得也得不到 所以根本得不到 所以說真正的佛法通達的時候 真的佛法是無多之 你了解空性了 放下來 所以我們修行就是了解空性 所以六土大師說 迷失什麼 失度 物料什麼制度 物什麼 物空性 物我們在念心 物實相 如果我們不能跟空性相應 那我們就不斷要熏修不斷熏修 我們講說 一直熏修 真如 我們講 以真如熏無名 久久之 不知不覺就入了 所以大師會來禪師 就說 什麼是頓悟 頓出妄念 物無所得 要頓出一切的妄念 一定要知道外面境界是希望的 無所得 同樣的 我們知道無所得了 我們妄念也就放下來了 所以說頓出妄念 無所得 相對的 無所得也能夠頓出妄念 所以我們不斷熏修 那個味就是表禪味 包括初禪的禮 我們講禪業為食 那個都是屬於味 初禪 離身喜樂 奧禪 定身喜樂 三禪 離喜妙樂 四禪 舍念清淨 乃至這個 到了地球至地定 清淨 有了清淨 即滅樂 也 不應祝 這個味生心 味就是表禪味 祝就是 有節有關 還有節有關 其實這個就是講到我們自信的 本來自信本來祭足的部分 像這個 有人問洞山禪師 我的心如朗月 你認為如何 洞山禪師 又是皆下漢 對不對 這個孙人又說 那請這個禪師 師父幫我接上接洞山禪師說 等你朗月下山時 再來找我 心如朗月 還是有一個節 對不對 有關有節 這個就是錶 這個處 那靶就是錶 有德 有正 我正的清淨心 就如同 我們在 六祖禪經的 紀六品 參演紀元品的 最後一位 沃倫禪師 他所作句子 沃倫有俱良 能斷百思想 見物 心不體 菩提日日掌 那是還是有 那是還是有 六祖大師說 這個還是有 法柱 還是被法禪附住了 住了這個法相 所以六祖大師做了那個句子 對 沃倫禪師 針對 沃倫禪師 針對那個 那句子說 沃倫每一句兩 不斷百思想 見物 心肅起 菩提 怎麼長 那是正的剝弱 正的自信 自信的體用 所以這一講 不應住 色身 將為 觸法身心 因身無所住 因身無所住 心 心無所住 那就是 生菩提心 好 我們今天 就先說明到這裡 因為時間 到了 所以說我們先從事項上 剛開始 當然我們一下子要達到這樣六祖大師 除非我們常常勳勳勳勳 欸你最起碼能夠了解啦 你可以就觀照 所以真正的了解實相 佛法奧空觀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 墨學 最近在 也在觀 覺得非常有幫助的 能夠 對我們修行 有很大的幫助 包括我們 這個念佛 我們有這樣子 的觀 你看念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其實阿彌陀佛是整個法界 你念觀世音菩薩也是整個法界 念法界不離 法界祭真如 各位大臣MH合掌 功念回相祭 願以此功德 雙元佛淨土 上報是從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吸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果 而阿彌陀佛 他是修行的 為了 是 很好的